好好吃喔 健身的人吃到這個會很幸福耶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書北 我是Dana 我是Yuna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全家健身餐 那還沒有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趕快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那今天這個主題呢 應該算是為我和Yuna地打造的 直接 安全沒有運動的人 對 不要剪出來 那因為其實最近越來越多人開始健身 然後我和Yuna地也有在健身 我是因為最近變胖了啦 然後Yuna地的話 我是因為想要變強壯 我是從今年2月開始 規律的健身 就是幾乎一個禮拜去超過7次那一種 飲食對於健身來講非常的重要 然後免發現超商開始出健身餐 天啊 我們的天堂 對 這一次全家推出的這個 就蠻適合健身的大家 因為我看起來都不太會太過油膩 那我們就趕快一起吃吧 健身豬肉餐盒89塊 它裡面有雞肉雞蛋豆腐花椰菜 玉米筍 紅蘿蔔 高麗菜 跟有調味過的雞肉 還有飯 很好吃耶 肉也好吃 它的熱量是446大卡 因為雞胸肉其實自己有在煮的人 都應該都知道說很容易煮得蠻乾柴的 但我覺得它的雞胸肉吃起來完全不柴 而且它的調味我覺得蠻剛好的 其實整個吃下來我覺得跟吃一般便當 差在就是它比較清淡 而且就整個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我吃起來我就覺得 它不會輸外面那種水煮餐的料理 而且很方便 在全家就可以買到這樣 我覺得比奮起湖那些便當都還好吃 我覺得這個餐很棒的地方是它很多樣性 我覺得常 我看別人健身餐盒 我會覺得害怕是就是都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健身豬肉餐盒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好多蛋白餐盒 89塊 它裡面有花椰菜 豆芽菜 雞腿肉 豆腐 紅蘿蔔 然後還有蛋白 這一款的熱量是463大卡 它的花椰菜的調理方式是比較偏清淡一點點 就比較偏水煮然後加一點點胡椒粉 胡椒鹽的感覺 沒有太多的蒜味 雞肉一樣超好吃 我覺得很出色就是不會太乾柴 然後反而是很Q彈的這樣 不過我覺得它的雞肉調味這一款比較重 對它有點煙燻的味道 對有一點點就比較鹹也比較味道也比較重 所以如果你沒有那麼愛重口味的話 可能會不太適合你 煎蛋白我覺得還好耶 它有點煎得太過了 就變成那個外面很乾很硬 烤桌蛋白餐盒得到分數是7.5分 健身聚聚烤雞歐姆蛋會飯85塊 這款是705大卡 好好吃喔 健身的人吃到這個會很幸福耶 這個它味道我覺得很可以耶 它除了白飯之外它還有一些就是 黎麥啊五穀這種 這款調味也算偏重 然後它有那個胡椒粉的香氣 我自己是很喜歡 它一般焗烤都會做成那種 起司味或奶油會比較壯或比較濃一點 那它這個做成健身餐就比較清淡 就讓我吃起來很舒服 感覺下次就可以把它吃完 肌肉表現還是很讚 那這個健身聚聚烤雞歐姆蛋會飯得到的分數是8分 快來到翅膀爛笑話時間 有一天呢 小明跟他女朋友分 吵架 吵架 對不是分手 那他女朋友呢 就很生氣的多悶而出 結果小明就出去 把門拿了回來 家裡不能沒有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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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養居青醬意麵盒 89塊 這款看起來好好吃喔 而且我很少看到 這個義大利麵可以做成健身的感覺 那這個裡面它有 荷包蛋 雞肉 雞肉絲 花椰菜 跟豆腐 全醬我真的要好好謝謝你 我真的發現我新大陸欸 我覺得他的青醬好香喔 雖然他的醬我覺得沒有給的很足很夠 但我覺得他可能也是為了健身族著想吧 就是你不能吃太多的醬 這樣子可能熱量會再高一點點 麵條其實我覺得吃起來我蠻喜歡的 麵條硬度大概就是中等左右 不會覺得過硬啊或過軟 那個醬配上他的麵 我覺得拌在一起啊 每一口都很香 嗯 養居青醬意麵盒得到分數是 8.5分 那我們這次開箱完全家的健康餐盒 我們覺得非常成功 算是超乎我的期待了 那我們之後也會想要開箱7分啊 全聯的啊 或是Costco啊之類的 家樂府啊 對 全部給他開箱看看 對 看大家的健身餐做得怎麼樣 好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 然後在下面留言說 還想看我們開什麼樣的影片 或是你自己最近也有在健身 有推薦哪一家的健身餐盒呢 那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幸福的吃吧 讓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開小鈴鐺 追蹤I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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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